后期还是调整的不错 一上来就是一个篮网的得分 篮房 对 而且包括其实利普曼 他经过了昨天的一场比赛 被江苏队打出了一个5比0的小高潮 这球没有穿好 这个球调整的也是进网 小球还是乱了一些 但是其实我们看前一个球 对于利普曼的直线进攻 江苏队的篮房完全做出来了 一杯凡 这个球取位非常到位 对 你 bail gehe 这就福了 意思是 最为了 清少说我的 你 没 funcion 你 没办法 你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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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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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肯定是越大越轻松的 来咯 这个肯定是会给上海队机会 直线在防起 Lolson轻挫 这肯定给好球掉头了 再来给力图曼 这肯定是很坏的 防守非常顽强 点是非常高 但是这边取位也是防得比较拼命 但如果拼发球 你就要冒失误的这样的风险 这球性能也不错 Lolson跟旁边队员是相互抢了一下 这球艰难的过往 来看一下张苏杰反击 尽快再来发球也是 起到了一个一定的效果 是 对上张苏杰的拦往高度 对上张苏杰的拦往高度 词佛曼打手出界 这个又是战术联系出问题了 还是给秦思雨 这就有点 确实让人感觉有点看不懂 能不能够再把这股筋顶住 还有遗传还是 被动的给到了复工打被飞 将复备拉反击张长宁 张长宁的成功率非常不错 所以你看刁立宇这个球也是